大家好,我是李文天醫師 很高興有機會跟學弟妹們分享 今天有關於管路的探討 其實CVC這件事情上 你知道用得恰當 其實它可以幫病人節省很多很多的麻煩 因為假如說有些病人 他需要長期的抗生素治療 或是年紀患者比較大 周邊血管不容易取得的時候 即使你要打一支好的CVC 其實你可以讓病人 節省很多的掙扎 節省很多病人周邊血管的問題 那回過完呢 這樣的情況下它的舒適度 以長遠來看它是會勝過很多 周邊血管帶來的一些優勢 那這個是我們院內當中的CVC的包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會demo一下裡面的一些零件 然後我會告訴大家 裡面有哪些東西是可以拿來做 施打的一些技巧跟所需要注意的事情 這是CVC包 CVC包裡面呢 主要就包含了中央基板導管的管路本身 以及相關所附屬的零件 那裡面詳細規格 等一下我們來做介紹 那我們可以從背後當中看到它基本的規格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裡面有寫就是 這是一個 那個3Lumen 三個管徑的 3Lumen的CVC 那你看看出來它是一個7F 3Lumen 然後30公分的長度 然後還有0.032的inch 然後還有這寫Diameter 也就是說這根管子的寬度 這個直徑 是0.032英寸的寬度 那本身進步呢 再仔細一看 它其實呢 它也告訴你說 裡面本身呢 其實還有 就是不同的粗細 有 這邊可以看得到 有16 18 也就是Digital Vidial 跟Proximal 也就是說呢 它們能夠承受出來的 這個總流速是略不同的 你看得出來呢 它的Volume的越大呢 它的Full Rate的領域上 它會成正相關的關係 特別是我們的這個Digital 這一端 是我們最主要的這條鐘頭呢 它是承載中最大的 可以到2400 這個程度是相當大的流速 影響是2400 那我們剛才之前就講過說 我們一開始的這些D5C-Lin Normal Set 能個小時裝100 就算蠻快 到120也很快 可是Centure Line呢 它瞬間速度 其實可以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打開之後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 裡面有幾個的零件 這個是我們所謂的CVC本體 我們剛才有提到的 有三個的Lumen 3Lumen 一個呢 是我們的這個中頭 是我們最Medial 最中央的 那當然有兩個 比較旁邊的是有藍頭 還有這個白頭 好 Demo之後呢 可以看得出來 這管子當中呢 它有一個 排序齁 鐘頭 在我們的中間 然後旁邊藍跟白的 這個呢 Disto 好 然後這個是Medial 這個呢 則是Proximo 就跟我們剛才Demo是一樣的齁 好 那 管子之後拿出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仔細看出來 這裡面呢 這一條線呢 這一條管子呢 大概是有30公分左右 可以從這頭端 有第一個 一個縫的 跟第二個兩個縫的 還有第三個 有三個縫的 這分別代表是10 20跟30 那 我們可以從這縫當中看出來 這數字呢 本身也有標記齁 從我們這邊有1到2之間 可以看到有15 16 17 18 19 到20 也就是呢 我們常打的管路的CVP呢 有些Nake部位呢 右邊是15 然後左邊可以到18 到這個位置來 那當然 如果你是按Fimble的話呢 則是全路的 這是無用置疑的 這個呢 則是我們說的俗稱大針 那大針的目的呢 就是包含了 我們最主要的 競針的使用的工具 那我們說的小針呢 一般也呢 只是10cc空針 那 當然如果一開始 如果你是死魚 是用解剖上的 也就是 anatomical approach 或是俗稱的盲戳的時候呢 我們通常都是會用小針的方式 做導引 導引到正確之後呢 再拿大針 做最後的執行的這個 的競針的動作 那大針可以看得出來 裡面有刻度 有1到5的刻度 然後 然後是可以往外拉 推過去 裡面長針呢 有套子作為保護 用之前記得要把它退掉 退掉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針的針間 其實有一個斜面 具體比較盡 大家看一下 緊壓到你的這個 針的刻度 跟你的針的這個截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截面 跟針的刻度 保持同一個水平 這時候呢 你才可以有效的 讓你的針的效率最好 同時讓別人的打針 過當中比較安全 原則上是單手操針 必要時呢 可以用你的 的 音之手 作為輔助 穩住你的整個針的競針 然後一邊放 固定好 一邊的用單手這樣抽 如果各位的技術熟悉 情況下 也可以用 學長這樣的方式 單手進 也就是利用你的 一二三指 固定你的這個針頭 四五指的部分呢 則是 處理好 你的這個 針的尾巴 好之後呢 就這樣子 把它拉出來 一拉 一推 一拉 一推 這個是所謂的 dilator 也就是呢 我們的皮膚擴張器 當你的這個 guide wire進去之後呢 完成了這個 血管的定位之後 成功把 guide wire放到 足夠深度 這時呢 你的皮膚呢 其實僅僅只是 一個針頭的cut 並沒有足夠到 出道管路 可以把針的CVC放進去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需要借助 你的皮膚伸開器 將這個的 剛打入好的guide 把皮膚有效做撐開 撐開之後呢 打進去 然後 然後再把它拿出來 切記 不要整個全路才拔 原則上 病人皮膚 只要進一個三分之一 甚至最多 不要超過一半 其實你這個 寬的寬 寸 這個直徑呢 其實也足夠 讓你這支CVC 這支CVC 放進去 這根管子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這是CVC 這是Dilator 你發現到Dilator 其實比CVC 還要再粗一點點 所以切記 這個問如何 不要放過度 只要把病人皮膚 有效撐開 進到足夠深度 到血管裡面 就直接把CVC放進去 不要再過度的 讓病人的Skin 做Operiditation 這兩個呢 則是所謂的蝴蝶扣 叫蝴蝶扣 原因是因為他們的形狀 就像蝴蝶 這個是軟扣 這是硬扣 那通常 當你要固定在Saclavian 或那個CVC的時候呢 你就會用得到它 假如說病人的固定處 已經確定了 已經到了第15公分 那以我們這個模擬來說 我們就會到這個位置 這邊也寫一個15 那我們就把這個地方做固定 先放軟的 白扣的頂端呢 切到15 15以內都是病人的皮膚底下 從這個15以上 也就是白扣的位置呢 則是你的病人體外的範圍 好了之後呢 再把這個硬的硬扣 套上去 弄好 然後再翻過來 然後再做最後的兩針的縫合 那切記事情是說呢 不要對著病人的皮膚 直接這樣下壓 先反怪把它位置扣好 扣準 把硬的硬扣 扣起來 再反過來 其實CVC本身這個東西 它沒有完全鎖死 它這個橫幅在調整 這個孔徑的時候呢 它是可以稍微移動一下的 所以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好了之後呢 就把它扣緊扣下去 之後呢 再進行兩針的縫合 然後就完成CVC的動作 外部部分呢 則是把它固定好 然後貼個OP-SIDE把它貼起來 然後就可以給病人做安全 而有效率的使用 這個的話則是 我們的軟硬針 顧名思義 它這裡面包含兩個成分 第一個成分是軟針 第二個成分是硬針 第二個成分是硬針 硬針本身就是硬的 很簡單 所以呢 我們在進針的時候呢 其實它就跟我們抽什麼 像是胸水或負水很像 硬針進去後呢 頂住位置後 把軟針推進去 硬針拔出來 留下洞口呢 就進該外進去 但是呢 這情形是 你的操作必須要夠純熟 因為呢 有時候的吸管當中 它並不像胸水或負水 容錯率會比較高 有時呢 沒弄好呢 反而會得到試著吸反效果 其實中央基麥導管 如果你稍微再往外延伸 另外一個很常見的 甚至在腎臟科很常遇到的 就是Double多門 也就是雙腔基麥導管 那這樣的管境呢 比一般的CVC還要再更粗 而且它是引流 可以流速可以更大 大到主引去銜接洗腎機 不管是洗HD還是洗CVVH 也就是連續性腎臟替代療法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有更進階的一些需要再做設定 但無論如何呢 這些管子呢 都有一定的效益 更多一些實際上的一些限制 所以呢 各位呢 一定要提醒自己就是說 就算你成功打了管路之後 你永遠都還要記得 這些管子當中 並不是放的就是多多一筆賽 它也有可能會是你開始疏忽 甚至是你忽略的開始 這是要提醒大家的 那最後總結一下 我們打這個管 中央接盤導管當中所需要的一些 一些要點 無菌技術必須有 然後定位快速又確實 看誰流血流的少 然後事後收攤巨人渣 這七個 這二十八個字給大家 給大家一個分享 那第一個就是說 你還是要做好無菌技術 因為你不能為了一個管子 造出更多不必要的併發症 第二個就是說呢 你的定位要如何快速跟確實 確診到你要的這個血管 然後當然就是說 盡可能在安全情況下 不要讓病人流的滿身都是血 你盡量要讓病人流的少 依然是病人的安全 可是 我覺得在幾乎存同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你應該要讓這個事情保持一個優雅的動作 不要做那麼的難看 那當然別忘了 再總不順利 還是順利與否 千萬都不要得意忘形或是垂頭上膽 把自己的最基本安全給忽略掉 就是被掙扎 千萬不要用手去抓那些尖銳物 一定要用你的這些Needle Holder 或是這些夾子把它夾起來 用他們去代替你做持真 不要以為你每天精神都會很好 你很有可能會在很ㄎㄧㄤ的時候 打CVC的時候 你就有可能會遇到這樣的危險 因為人在最虛弱 最差勢氣最好 或是你過於得意忘形 都有可能會導致你的受傷 這點是很不必要的 那今天很高興 今天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會給學弟們做分享 那我是李文成醫師 下次再見囉 拜拜